黑马起跳选顾法一共分为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横盘最少不能低于五个月的时间 未来的大黑马取决于它构筑平台的时间 那么构筑平台之后 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突破启动呢 就是倍量涨停 涨停打开平台的空间 倍量说明资金介入 而且我们看到 下方的这个倍量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成交量的倍量 是主力成交量出现了倍量 说明这一天 主力资金介入的比较多 上升的动能很充足 而且这一天 它突破了五零的控盘线 说明这一天涨停板出现了控盘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跟进 买入之后呢 25个交易日上涨的幅度 达到了百分之三百七 好我们再看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呢 经过五个月时间的横盘筑底之后 出现了倍量涨停 并且这个涨停突破了五零的控盘线 说明这叫控盘性的涨停板 随后价格产生了回调 它没有破这个控盘性涨停的最低点 我们还可以找个机会去加仓 哪个位置去加仓呢 如果股价再次出现倍量涨停 这就是二次的起爆点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涨停板这个位置进行加仓 买入之后 股票出现了短期的快速拉升 八个交易日上涨的幅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 一会儿